呼 醒醒醒 醒醒 病了好几天了 我带他去看病 又让马给撞着了 今天我的五十有三了 可怜可怜我救救我的虎儿吧 你们看东方先生来了 先生 先生 您赶紧给我们看看 我求求您了 您快救救我的虎儿吧 那不要着急 我来看 这孩子没事 而且前程远大 这孩子的前程远不远大 你怎么知道 足相不才啊 干的就是这个 一字之未来 我写个字你给咱测测如何呀 你跟他不是一家吧 不是 那就闲人闪开 写个字吧 字 什么字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呀 那你姓什么 我姓霍 就用你的姓如何 好好好 霍 一个雨 一个雨 你姓吗 是一个家 家为上上级 按字来推算令郎应该无级 等雨 等雨水 结起过后 恐怕就会痊愈了 谢谢先生极言 可是要不好呢 这么着 这么着吧 如果三天之后在下言有所误的话 我给令郎赔命 谢谢 严重了 我给您拿银子 不 不 不 挂金嘛 等到事后再算 这是在下的规矩 不过 有一句话 先生 请假 令郎虽然此次能够化险为夷 灾星可没有退却 风雨压顶 总是有后患 令郎富贵不愁 只是位高而命短 那 那 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呀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小虎 大名还没起呢 我给他取个名字 去 去病 或去病如何 或去病 对 这个名字 我保他 二十年无灾无病 一路风顺 那二十年之后呢 二十年之后嘛 他要心胸开阔 要无私无愿 这样才能可以信念 我记住了 别说那么多了 这孩子这口气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我看呀 他这一劫都难逃 先生 低头看看你的令郎 祸去病吧 胡儿 胡儿 胡儿醒了 胡儿 回家吧 好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谢谢